台湾直南联盟PLG新北国王球星林书侯 因为足底筋膜炎接受静脉镭射治疗 可能违反了世界运动静药管制机构WADA的规定 PLG昨天公布惩处内容 林书侯被竞赛5场 开罚新台币15万元 竞赛将会从3月23日到4月6日 新北国王回应 静脉镭射疗法是卫福部合法的疗程 但是在WADA规范 没有取得治疗用途或免权的情况之下 存有疑虑 球队在不知道医疗行为 可能会违反WADA规范之下 安排林书侯接受诊所和球队医疗团队的建议 进行治疗 新北国王篮球队和林书侯 会全力配合药检和调查 并且尊重和接受联盟的决定